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0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那眼 之前都说中国的房子啊 修的很多很多城市房子控制率很高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下中国房子的控制率 最高的一些大城市啊 到底控制率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那么通过对这些城市的控制率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城市的房地产的泡沫 到底有多严重 如果是熟资电话节目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如果是老朋友啊 欢迎大家点赞 并帮忙展发 好 有关正传 最近一份控制率的报告啊 可以说是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啊 结局呢 是贝壳道了歉 报告也删了 可以说但是改变不了背后啊 这个残酷的事实 绝大部分中国城市啊 房子早就是严重的过剩 事件的起因呢 是贝壳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 名字叫做2022年住房控制率的报告 那么在调查了全国28个大中城市之后啊 报告就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平均的住房控制率啊 高达12% 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就直接给房地产 拉向了警报 当然呢 我觉得实际的数据啊 可能是远远不止12%啊 所以控制率的问题啊 还要高很多 但是就算是这12%这样一个结论呢 在目前的中国国内的社交平台上 官方他都接受不了这个数据 那么更高的数据更接受不了啊 那么参考国际的情况呢 可以说商品房子控制率在5%到10%呢 他是合理区 10%到20%啊 是控制的危险区 控制率达到20%以上 那就是严重的积压区了 目前呢 只有9个城市啊 处于合理区 一线城市呢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二线城市是厦门 天津 大年 苏州 济兰 28个城市 只有9个处于合理区 其他的都是严重的超标 所以这个报告一出来啊 很多省会城市啊 都破防了 都大受刺激 被称为最没有存在感省会的江西省的南昌 还因此了火上的热搜 报告中南昌的控制率啊 因为他高达恐怖的20% 获得了控制率第一成的称号 那么由本地的自媒体看不下去 还发文呢 来怒斥说这是假的是标题的 那么想不到评论区啊 却翻车了 大家纷纷表示啊 身边的南昌人基本上都有好几套房子 很多房子也是空的 那么联想到名下六套房的周公子啊 周杰就是炫富的那一位啊 江西人 一切好像又合理起来了 南昌这么多房子空着 那么一定是因为这些周公子们呢 太爱买房了 这份报告的威力啊 可以说趋势是很大 南昌的背后啊 一连串城市啊都跟着破房了 控制率19%的廊房啊 坐不住了 限购大门呢彻底敞开 欢迎全国人民来随便买 而控制率高达17%的佛山 更是坐不住啊 说我房子太多就算了 怎么还成了三线城市了 还有像成都 武汉 杭州 南京 郑州 这些强二线城市啊 统统被化成了供应过剩 至于那些没有进入统计的 人口不断外流的三四线城市啊 还有为大城市输送了无数的小镇 做体专家的县城 情况呢 只会更惨 那么眼看呢 影响力这么大 贝壳研究院呢 前两天呢 就发文致歉 表示说存在着数据不准确 不能充分反映真实情况 说白了就是顶不住压力嘛 那么现在报告原文呢 已经是看不到了 但是住房控制率的事实啊 却不会因此消失啊 真实的数据啊 甚至会更糟糕 中国的真实住房的控制率啊 可以说一直都是一桩悬案 并没有来自官方的统计公布 贝壳这一次调查了 是把三个月以上无人居住的住房定义为控制房 选取了三万个小区 委派入职至少三年的老中介进行情况摸底 我们看一下城市住房控制率啊 它是等于控制的户数除了总户数 那么要说不准确的地方呢 确实也是有啊 填问卷的主要是中介 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判断的偏差 这个当然也是有的 在问卷调查中 那么对控制房的定义和城市控制率的计算公式呢 也有点粗糙 来自国家电网的数据啊 或许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国家电网呢 将一年一户用电量不超过20度的住房 视为控制房 那么这个数据可以说够官方用了吧 据此测算呢 2017年大中城市房子的控制率啊 就高达11.9% 千万人口的大城市0.1也曾经通过供电的数据测算了控制率 连续三个月电量低于50度 而且变化不超过10%的视为控制房屋 结果发现了城区房屋控制率啊 高达39.97% 这是山东0.1 70万户啊 就有28万户是控制的 这是按照用电的情况来统计的 我觉得这个统计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人口密集的城区啊 尚且如此 那么广袤的县城和农村呢 又会有多少房子是控制的了 2021年扬州啊 在一次高丰县区域的排查中 查出了疑似控制房9万多户啊 粗略的计算了一下 扬州住房的控制率啊 在10%左右 这是2021年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危险区 那可是扬州啊 人均GDP 它是排在全国第14 非常靠前啊 它的整体GDP呢 排在全国第37位 就是在所有城市中 也算是非常厉害了 依旧是无法置身事外 那么来自高校的学术研究团队啊 也曾经致力于揭开控制率的这样一个秘密 2018年呢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研究中心 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了 中国城镇地区的住房控制率啊 是21.4% 2018年呢 中国整体的控制房屋数量可能呢 至少有1.3亿套 被视为行走爆料机的退休官员们呢 嘴巴里面蹦出来的数据啊 更是一个比一个猛了 原国家住建部的副部长叫求宝新 他就表示说 目前住房控制率啊 已经达到了15% 有的省份高达25% 甚至30% 而前重建市的市长黄奇帆呢 他也指出说 中国房子是严重过盛 没有必要继续修建 没有需求 20%的人口啊 建造了全世界50%的房子 相比之下来 贝壳还算是比较乐观保守啊 所以如果说中国真实的住房控制率啊 肯定是远远超过12%的 那么一项像这个冰冷的数据啊 都在向我们揭示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啊 就是中国的房子 已经是严重严重的过剩了 所以今年上半年呢 将近500次的史世纪的大救市 为何迟迟没有水花呢 答案呢 似乎已经找到了 就是说中国的房子早就不缺了 对不对 所以房地产救市啊 没用 没人买 过去20年了 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最大工程呢 是城镇化带来的 巨量的住房需求 2000年 中国城市化率呢 只有36.2% 2020年呢 达到了63.89% 几乎是翻倍 那么如果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呢 相当于过去20年 每年有2000万农村的人口 涌入城市 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人呢 如果网上数个三四代 有几个不是来自农村的 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的居住面积还只有10.3平方米 到了2020年 就是20年 这个数字啊 变成了41.76平方米 是人均 20年间呢 全国家庭户 人均居住面积啊 增长了近四倍 当然呢 中间可能有一些是倍平均的 但是整体来说 人均的居住面积在这20年肯定是增长了不少的 央妈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情况调查了也是显示 到了2019年 中国城镇居民护军拥有住房啊 是1.5套 住房拥有率啊 高达96% 其中两套及以上的拥有率啊 是41.5% 也就是说了 中国几乎啊 人人都是有房一族 唯一的区别是啊 你的房子在哪里而已 可怕的是啊 飞在中国房地产上空最大的灰溪流啊 可以说已经悄悄开始来了 当年呢 还没转型情感博主的任泽平教授啊 曾经有一句话是广为流传了 我很多人引用了 房地产他说 长期是看人口 中期是看土地 短期呢 看金融 人口 现在是绷不住了啊 前阵子呢 国家的卫健委发文呢 说中国将于十四五期间 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 2021年 中国人口出生率啊 是7.52% 下坠的速度啊 非常之快 同年呢 人口死亡率啊 是7.18% 不断向上爬升 可以说生死两条线呢 已经是无限的趋劲了 人口负增长元年呢 很可能就是今年 一边是加速出现的控制的房屋 一边是加速萎缩的购房需求 所以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最大的基石啊 其实已经是不服存在了 而房子还在被源源不断的造出来 更残酷的是啊 早在人口负增长出现以前 人人都知道啊 鹤岗是人口牛市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 它的现在啊 房价是如葱啊 真的像马云说的 两三万块钱一套的房子 却不知鹤岗的话 其实已经蔓延到了富饶的长三角地区 你像安徽的淮栏 过去十年呢 常住人口是减少了30.8万人 GDP呢 全省倒数第五 已经为被扶贫的对象 任泽平团队的分析就说啊 中国人口流动已经从四六分化 走到了二八分化 人口流出的地区啊 占比 你就从63.9%增加到了77.9% 就是说 接近了五分之四的人口啊 这些地区的人口啊 都是流出的啊 那么人口流动方向 则是从西向东 从北向南 从农村流向城镇 从三四线流向一二线 未来呢 可以说谁能抢到产业 谁就能抢到人 谁能抢到人呢 谁的房子啊 才能卖得出去 无数留不住人的地方啊 只能是无可奈何的滑向了鹤岗 这样一种被动的情况啊 其实一座城市的控制率啊 可以说高不高 房子啊 是不是过剩 其实自己出去转转 看一看 其实都清楚啊 自己住的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早在双建之前呢 我总会看看小区附近 有没有学而私 那么有这样的培训机构在啊 说明这个小区啊 条件还是不错的情况好一些啊 那么一帮鸡娃的中产家长呢 可以说足以支撑起一个片区的房产交易 现在的话啊 可以找个晚上出去自己生活的城市啊 去转一转 看看有多少小区啊 是灯火通明 底层的商户都有生意的 又有多少小区啊 是月明灯西啊 底层是一片死寂的 底层的商户啊 一对比其实就知道啊 那么哪条地铁线呢 最拥挤 哪里的高速啊 最塞车 哪里的学校最难考 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呢 出去读大学之后啊 还愿不愿意回来 其实比较这些指标都可以看得出来 房产价值可以说是在一次次交易中确立起来的 房子过剩的地区呢 那么新房卖不掉啊 只能降价 二手房卖不掉了 只能僵持 房子啊 可以说彻底变成了不动产 很多人呢 只是不愿意相信 自己手上的房子啊 真的会变成了一堆砖头 长不起来 也卖不出去 这份仅仅存活一周的控制率的报告啊 实则其实是拉向的警报啊 所以下面几点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第一点呢 就是人口流失地区的房子啊 要赶快的卖掉 人都没有 你未来的房子啊 更加卖不掉 第二呢 非一二线强学区的老破小 像这样一些房子呢 是要赶紧卖掉的 这未来是没有市场的啊 第三 控制率过高的城市和地区啊 不要买入 第四呢 新城 睡城 公寓 别墅啊 都不要买 第五呢 有多余的房子 必须是尽快的脱手 留一套资助就可以啊 那么现在 可能有朋友会说 房子脱手已经是很困难 很晚了 但是啊 我觉得目前还是有脱手的机会的 只要你肯降价 对不对 但是未来可能你连降价脱手的机会都不会有的 未来是多久了 可能一年两年 大死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 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在最后啊 借这样一个机会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位做代购的朋友啊 他是在诺山基这边 基本上主要代购日常的一些用品 比如说衣服 鞋帽 对不对 还有一些化妆品啊 日用品 食品 各方面 基本上首饰 化妆品都能买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需要海淘 或者代购的话 可以找一下他 他人呢 还是做这一行非常专业 已经做了好几年 而且性格 各方面服务都非常到位 非常好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 要买的话 可以扫描一下他的二维码 当然如果没有这方面需求的呢 就算是再次打扰大家了 抱歉啊 好 谢谢大家关注 再见 再见 再见